台湾原住民当中阿美如的传统乐器是最丰富的 其中创立了19年的阿密斯嘎根乐团 他们使用的传统竹木制乐器 都是由团长青少多余他亲手制作的 史前馆为了让民众可以了解原住民先人的传统智慧 也特别请来了青少多余到史前馆教导民众 最容易制作也最快速上手的乐器排笛 阿密斯嘎根乐团团长少多余 用着排笛演奏出阿美族的传统歌曲 其实在早期原住民族传统生活当中 是用来传递讯息 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更演变成了乐器 而嘎根乐团所使用的乐器 都是由少多余亲手来制作 史前馆也邀请他来制作民众制作最快速上手的排笛 第三管 你看哦 平的 平的 你不要等一下连的时候这一管这样子 它的功能不是演奏制作信号 那现在我们教是拿来演奏 这个是最好亲子互动的乐器 因为它孩子在做的时候 妈妈在旁边指导 也可以妈妈协助 那做完了 孩子也可以在边调音边试音 这个只要一灌气就有声音的乐器 那再来说它是环保性 竹子 爐竹 就坏掉了 住宠了就丢了 就刚刚我们有一族 住宠了就丢 再重做 就材料一堆 从大自然所取材的炉竹 再用一把小刀就可以将排笛制作完成 是非常适合亲子共同来参与的活动 民众表示制作排笛除了能增加亲子感情之外 还能够认识先人的传统智慧 因为我觉得排笛很好玩 然后想说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乐器 阿美族的这个乐器 觉得非常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环保 很值得学习 所以我就顺便来学习 好像很可以自己回去再做 教的很仔细 对 透过制作出阿美族特有的传统乐器 用现代的方式来传承给更多的民众 希望能激发民众对于族群文化的重视 这是记者赛山小松市报道